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杨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四个太阳 还记得上一堂课我们学习的词语吗 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到处 清凉 成熟 香甜 邀请 伙伴 温暖 阴味 季节 太阳 街道 送给 忙着 品尝 应该 颜色 嗯 十六个词语啊 小朋友们都读得特别的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把课文再读好吧 四个太阳 我画了个绿绿的太阳 画在夏天的天空 高山 田野 街道 校园 到处一片清凉 我画了个金黄 我画了个金黄的太阳送给秋天 果园里果子熟了 金黄的落叶忙着邀请小伙伴 请他们尝尝水果的香甜 我画了个红红的太阳送给冬天 阳光温暖着小朋友冻僵的手和脸 春天 春天的太阳该画什么颜色呢 哦 画个彩色的 因为春天是个多彩的季节 多美的课文呀 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背出来呢 能背的小朋友很棒 那么今天我们要掌握一些生字 请同学们看到电子屏上的第一个字 太 太阳的太字 嗯 太字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笔顺 横 撇 蜡 撇 一共是四笔写成 要注意的是 横在横中线以上的位置写好 不能写的太长 撇呢 起笔在树中线 要先竖一点 再往左下撇 收笔位置刚好在这个左下格这一斜线上 右边的蜡呀 要与左边的撇相对称 那竖挡打开来 最后在左边一小点 太字啊 在查字典的时候 我们查大这个部件 主词有 太阳 太平 太空 好 学了太字 我们必然要认识阳字 阳 左右结构 左耳旁 加个日子 左耳旁还记得写吗 哎 横 撇 弯 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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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 横撇 弯 树 树 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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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字啊 是左窄 右宽 左长 右短 写的时候要注意啊 日子的这一树啊 与树中线重合 他的部首是左耳旁 太阳 阳光 夕阳 接下来看校 学校的校 小朋友们在学校里学到许多的新军事 左右结构 木字旁加一个胶字 我们看一下他的笔顺 横 树 撇 撇 撇 横 撇 撇 撇 了 写出个字的时候 木字部和胶字的距离差不多啊 宽度差不多 只是木字最后一笔呢 要变成扁 而胶字我们注意一下 最后两笔撇 辣 香蕉的位置在 横中线以下 哎 收笔位置 这个水平线啊 和这个木字的 这个一树的收笔位置的水平线在同一水平面 部首是木字旁 有学校 校长 校园 我爱我们的校园 秋 哎 秋天的秋字 盒子加一个火字 还记得猜字笔里面的那首字笔吗 哎 左边绿 右边红 左右相遇起凉风 就是我们的秋字 我们一起看一下 它怎么写 撇 横 树 撇 点 点撇 撇 辣 嗯 盒子变成布首以后 最后一笔辣 也要变成 点 右边的火字的笔顺 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 是点 撇 再写中间的人字 嗯 这两点呢 哎 左低 右高 看清楚了吗 好 木首是盒子布 秋天 秋霜 秋风 接着我们看 金 秋天啊 喜欢金黄的太阳 金字 钱饼 人字 下面有一个王字 加了两点 哎 这个字我们可以和哪个字 来一起记呀 上一堂课我们学过了一个会字 对吗 一个接一个当中 人字下面是个云字 我们把云字换成 哎 王字加两点的部件 就是我们的金字 金光 闪闪 这两点啊 我们就可以看作是金子发出的光芒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笔顺 撇 蜡 横 横 树 扁 撇 横 写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找一下关键笔画 撇的旗笔位置是在树中线 撇 那要打开 写在横中线以上的位置 再写下面的两横一树 这一树与树中线重合了 别扁 横 这一横要比上面这两横长 但是不能长过人字的上面人字头的收笔位置 好 这个字我们在查字典的时候 就可以查这个金字 金色 金黄 金灿灿 好 为什么要画一个彩色的太阳呢 因为春天是一个多彩的季节 因为的阴 是一个全包围结构的身字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书写方法 竖 横 左 横 铁 点 横 中间包的这个大字啊 有一笔产生了变化 那变成了一点 而且起笔字在中心位置 那么同学们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方控这个孙子啊 一定是先外边 在中间最后风口 它部首呢 就是这个外面的方框 竖子有 因为 因果 原因 好 写的阴字我们当然要来认识这个位子 好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笔顺 找准第一笔 点 撇 横折 勾 点 记中了吗 再写一遍 点 撇 长 横 折 勾 点 它的写法呢 比较特殊啊 从左往右 从上往下 四笔写成 要注意的是这一撇啊 洗笔位置在 靠右半格这里了 稍长 往左下搁写 横折勾要写的稍微大一点 这两点呢 要相对对称 好 查字点的时候呢 我们要查点 主词有 因为 认为 成为 好了 这个字啊 这个字啊 除了 哎 有这个 为的发音 因为以外 还有 为的发音 什么时候读为呢 为难 哎 小朋友们来读一读 把这两个不同的发音读准确 为 因为 为 为难 你们记住了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练习说句子 学来因为这个词语啊 我们再给它配一个 所以 变成一个因果关系的句子 看看你们会不会说啊 先举个例子 开个头 因为成绩不理想 所以 怎么样呢 嗯 成绩不理想 我们就要加油啊 请同学们来补充一下 好 有的小朋友说了 因为成绩不理想 所以我要加倍努力学习 嗯 很简单吧 那么 现在请小朋友们 再用因为 所以 这个关联词 来说说其他的句子吧 前面说原因 后面说结果 嗯 有非常多的小朋友 说出了各种各样的句子 嗯 因为 妈妈对我好 所以我也爱妈妈 因为今天天气晴了 所以我要出去交游 那么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课文当中最后一个需要我们掌握的出识点 就是学会词语分类 嗯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九个词语 读一读 高山 果园 田野 碧绿 金黄 火红 清凉 香甜 温暖 读好了这些词语以后我们来找找 哪些词语它是属于同一类的呢 嗯 小朋友们看出来了 第一横排的词语啊 它是名词 指的是具体的事物 第二排的词语啊 是形容词 表示的是颜色 第三排的词语 也是形容词 只不过它表示的是人的感觉 嗯 像这些词语啊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它的词语 才可以准确的运用它们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小朋友们再见 嗯 嗯